同步也来关心这节一点中的新闻头条 好来看这个蓝营的炸锅的茶壶内的风暴啊 越演越烈 国民党的选册会 现在风暴持续暴当中 诸侯能解吗 还是越解 这个解打得越深 越难解呢 打到最后变个死结吗 好先来看 朱立伦为了提名艰困选区立委的人选 这个名单到底要提名谁 好要瞧 怎么瞧 这很复杂嘛 背后很多角力 也牵涉了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呢 这回的选册会的名单找了谁 包含了像李全教 傅昆琪等等人进来 但是呢 有人看了这个名单就很不高兴了 好党内有人炸锅 像是侯友仪 哇 就是罕见的 啪啪啪发了长文 然后呢 落下了一个重话 那很多人也有人是 直接呢 退出了党公职 有人骂说 这是黑金小组 毫无公信力 那另外呢 其实来看的是呢 这个备受质疑的傅昆琪 其实呢 的角色也被质疑 会不会引爆诸侯的对质 好党内现在呼吁 应该要立刻撤掉选策会 不过来看的是呢 这个傅昆琪也跳出来喊话了 他说邀请侯友仪 赶快 出来承担宣布参选啦 因为侯友仪一直很低调嘛 那当然呢 另外呢 这个李全教也说 重申他没有会选 也不是黑金 不想躺黄水 所以呢 他表态 他不干了 辞职不做了 另外呢 这个呢 其实听说 这个侯友仪 他有打电话 直接打给了朱立伦 打电话 通话了五分钟 辞职这份名单 啊 外界看起来 人民观感不好啦 没好啦 那朱立伦说 选策会只是一个 幕僚单位 幕僚只是出主意的啊 那最终 提名委员会 才是真正的 决策的单位 跟侯市长有沟通 而且沟通很顺畅 外界的这个传言 都不是事实啦 那当然呢 现在啊 这个来营内部 已经炸锅了 先带大家来关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为了布局2024立委名单 说要组成选策会 但名单说 除了李全教 还有因为炒股案 被判刑 和朱立伦一起操作 郭台铭回党的 傅昆旗 让党内骂声四起 傅昆旗还呼吁侯友宜 出来一起承担 但网友嘲讽 傅昆旗和朱立伦 拼命找郭台铭来卡侯 就是承担吗 朱立伦 需要傅昆旗帮忙卡侯啦 扯一堆都是假的 那我作为党主席 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 对于外界的意见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也在调整 那不是废话吗 既然有错 就赶快把选策会撤了嘛 等一下再跟他骂几天 而且你到底要搞多少委员会 跌座架架务啦 搞这么的一个委员会 然后被人家打成这样 其实是蛮笨的 党内炮轰朱立伦 重用傅昆旗 国民党哪有脸 再去骂民进党黑金 朱立伦为何离不开傅昆旗 眼看对手民进党 已经在权力备战2024 国民党恐怕早没本钱 党内户打自乱政教 记者谢鸿路是国豪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的确现在看起来蛮乱的 党内户打当中 那国民党的这个2024 立委选策会的名单 所引发的争议 有人说不干了辞了 那怎么办 总要补人吧 好现在呢 国民党又宣承可能会增聘 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不过谢龙介 这个他就有详情了 说选策会已经变成了 一个负面名词了 的确有人打电话给他 但是他婉拒了 他认为应该 整个都要先暂停 这个选策会 整个都应该先停掉了 回归中常会 那听说呢 他们也想找苏千全来加入 不过苏清全的态度 跟谢龙介 倒是完全不一样 苏清全说义不容辞 我跟你说 选策会本来就不重要 选策会 那是民进党 蔡英文 他条级用一个什么的选对会 选对会是什么 你所做的决定都要来 中常会 中常会才是权力 最高权力核心 要经过中常会通过 对不对 所以选策会 没有意义 所以我有标准 玩具 玩具 玩具之后 就是说我认为 不一定有成立的必要 既然社会大众对这样的安排 尤其我们的支持者 民进党现在最高兴 如果这样就不需要 更加热 越热越烧 越烧 公平 不如我个人建议不如就停掉 中政机构 我们有十四个官市长 对不对 十四个官市长 他们都有市长 也都很了解定 如果没有 就 毁掉就要先 本来还要回去中常会 所以 没必要再在这里 冲这个 有的不的 昨天早上我们黄建体秘书长 打电话给我 说希望我们加入 这张成员 注入一些清新的形象 我当下就答应他 义不容辞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国民党好 为了百姓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 我们总统要赢 我们的立委要过班 国民党要执政 替百姓摩最大的福利 第二个 有关里面成员的 被批评的 因为是党内同志 我不予执 我不予自评 那他个人要怎么决定 那因为这个成员 已经经过中常会同意 所谓他们自己寻辞 或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尊重 为了国民党好 为了让我们先推出来的 都能够清清白白 有战斗力的 那南部这边坚困地区 我们希望能推出好的人选 然后可以服选 然后能够得到最大的胜利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同步也来更新国民党 公布选策会的名单 其中台南市前议长 李全教 因为残经涉入会选的怡云 遭到指导 是不是黑金复辟呢 不过前立委国正量直言了 朱立伦难道会不知道 提出这个名单 会隐冒社会的冲击吗 他是明知道 但是会引来踏乏还硬推 就是为了巩固立委名单 这个委员会成立 那侯友谊未来的提名之路 可能会倍感艰辛吧 这个名单坦白讲一出来 我就觉得 这个朱立伦就是觉得 要跟赖金德这个 用反方向来走这样 对对对 这个赖金德在处理 连那个根深人都不能选党公司 得罪多少人 对 可是他赢得社会形象 那这个朱立伦给人家感觉就是说 这个组织比较重要 资源比较重要 社会形象不重要 派系 而且这个平均年龄高达68岁 也完全不管这个 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这个战斗人 这个40岁以下的崛起的氛围 那完全没有年轻化的代表 这个这个真的是难以理解 我绝对不相信朱立伦不知道 这个名单会引起了社会的冲击 绝无可能 以他的聪明程度 那他就是铁了心 认为这个就是 他要的巩固初选名单 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 一定能成为总统候选人 可是至少可以巩固他的立委 经常就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